国家主席习近平6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出席北京2022年冬奥会开幕式的卢森堡大功亨利 习近平指出中方赞赏你对中方申办筹备2008年夏奥会和2022年冬奥会提供的宝贵支持 感谢卢森堡王室对中卢友好事业的坚定支持和积极推动 卢森堡是中国的友好合作伙伴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中卢相互支持携手抗议给两国友谊注入了新内涵 今年是中卢建交50周年中方愿同卢方一道推动中卢关系持续稳定向前发展 习近平强调中卢关系之所以经受住国际风云考验 关键在于双方做到了相互尊重互利共赢 双方要坚持真诚友好 牢牢把握两国关系发展正确方向 继续尊重和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 中国坚持扩大对外开放 愿意拥抱整个世界 欢迎卢森堡企业对接中国新发展格局和新开放举措 深入挖掘高新技术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潜力 做大做强中卢货运航线空中思路 要坚持交流互建 举办丰富多彩文化活动 拉近两国人民感情 夯实两国关系民意基础 希望卢森堡作为欧盟创始国和核心成员国 为中欧关系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亨利表示 北京冬奥会组织出色 开幕式非常精彩 虎年意味着勇气力量和决心 这正是中国人民所展现的优秀品质 中华民族大团结 使中国取得了不起成就 中国消除绝对贫困 更为中国人民和世界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 中国是伟大的伙伴 我非常赞同习近平主席 有关全人类共同价值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论述 卢中两国虽然大小不同 但彼此关系一直很好 在贸易 投资 金融等领域合作水平很高 卢方希望同中方进一步深化合作 共同促进世界发展 感谢中方为包括卢森堡等许多国家 应对新冠肺炎疫情 推动经济复苏做出重要贡献 共建一带一路是个很好的倡议 卢方支持并将积极参与